7月22日,江南造船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,发布了一篇防台风安比的文章,文中的几张配图引起了广大军迷的注意。 从配图中可以看到,厂区内出现了一艘大型舰艇的分段,它高达三层,从上到下的球形天线照机座,红旗十方空导弹机座和双机库,都和055大区高度一致。 国内许多知名军事博主均猜测,这很有可能,就是江南造船厂建造的第三艘055型驱逐舰,也是整个生产序列中的第五艘055大区。 我们知道在本月初,两艘055型驱逐舰曾同时下水,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。 美国媒体称,中国能够将一种类型舰艇,搭建两个生产线,表明我们重视提早交付大鱼成本,言下之意就是中国需要尽早服役这些大型军舰,相对而言对金钱成本的考虑少多了。 不得不说,美国媒体说的很有道理,从去年开始两大船厂,就在加紧建造055大型驱逐舰,如果按照江南造船厂的速度推测,这艘意外曝光的055大区,有望在今年下水,那么今年就一共下水了四艘055,为何我国要如此速度的赶攻建造055驱逐舰呢? 这就需要弄清目前我国两艘航空母舰的状态了,从最先消息来看,第二艘航母正在码头进行西装,肩上的脚手架也已经逐渐拆除,预计距离第二次试航已经不远了,而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也在一个多月前抵达大连造船厂,先是在厂内拆除了主雷干顶端的三座标警舰雷达,在002航母出船屋之后,辽宁舰随后进入船厂, 开始了中期维护,时间可能需要半年左右,从目前来看,国产航母半年内恐怕难以服役,而辽宁舰又在中期维护,我国将要面临长达半年时间的航母空窗期,这个时候没有大型舰艇来填补这个空白,我国的海防将面临巨大的威胁, 所以055大驱大批的下脚子要是出来了,这艘舰艇虽然不抵航空母舰,但是它排水量达到了1.2万吨,拥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,即反舰,防空,反潜等功能于一身,如果能有几艘055大驱同时进行巡航,整个舰队的区域防空火力也是不差的, 因此,055型驱逐舰的建造刻不容缓,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经验,加速建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,能够尽快填补航母空窗期才适当务之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